中文言直播 現在再繼續上課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在古西亞的時候 甚至一直到羅馬帝國 其實革性倫理學一直是倫理學的主流 是到了18世紀啟蒙時期的時候 這個效益主義跟異物論才開始出現 然後成為流行 成為主流 所以後來20世紀以後 革性倫理學又再重新出現 它主要的一個理由就是說 效益主義跟異物論大家了解越來越多 發現它們有一些缺點 革性倫理學或許可以作為第三條路 或許可以有一些新的發展 後來效益主義跟異物論也開始重視革性這一回事 然後開始討論革性 不過這個是簡單的介紹而已 最後我們主要就是要來談 亞里斯溝格的道革理論 亞里斯溝格是西元前384到322年 比今天已經2000多年了 可是我們等一下會讀它跟尼高馬克文女學的一些部分 我覺得就算是那些 它跟那些著作 在今天來看 我覺得都還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而且搞不好有一些資格我們學習的地方 並沒有完全的落伍 OK 然後你們都知道亞里斯溝格這個人嗎 各位至少有聽過 他是柏拉圖的學生 然後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學生 就是亞里斯溝格的 OK 然後 亞里斯溝格之所以是重要的哲學家 而且他是天才 大概如果全世界 從 就古希臘一直到今天 在西方要找一個最偉大的哲學家 那還是亞里斯溝格 因為他在所有的哲學領域 他都有很重要的著作 某個意義上就是他研究的那些領域 就是哲學研究的領域 所以他某個意義上定義了哲學的研究範圍 甚至他在中世紀的時候 他被尊稱為The Philosopher 剛才講到哲學家就是講他 那個地位崇高 OK 然後他有一套古典邏輯系統 就是三段論的系統 三段推論的系統 那這一套邏輯系統 一直到19世紀末 才被推翻掉 或是才被大幅的改良 所以他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邏輯學家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亞里斯溝格的倫理學思想 他的倫理學思想 基本上有三個中心概念 第一個就是美德 Virtue 然後他 希臘文 我們把它拼做 Alete OK 這個 邪體的這個 Alete這個是希臘文 應該是希臘文吧 還是拉丁文 不知道 好 那第二個就是 Practical wisdom 就是實踐智慧 OK 這個也是很重要 因為你要有實踐智慧 你才能夠行使美德 然後最後一個概念就是 Eugamonia 就是幸福 那幸福是我們都要追求的 最終的目標 所以 可是你如果要有幸福的話 你一定要有美德 進行有美格的活動 所以幸福是你的目標 然後美德呢 是你要獲取幸福的一個必要條件 然後你必須要有實踐智慧 你才有辦法 進行美德的生活 所以這三個概念 都是非常核心的概念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 稍微說明一下 第一個 美德 那雅里斯科格看保 這個美德德性 區分為兩個類 有一類是 跟那個 應該怎麼講 跟學問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比較抽象的思考 研究科學 或是研究學問所需要的 那種美德 另外一種才是 性格上的美德 這就是倫理學上的美德 這個是 兩大類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最主要討論的是 倫理學上面的美格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美德呢 並不只是做某類 某特定類型的行動的傾向或習慣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有誠實這個美德的人 並不是表示說 你都是說實話 你就是有誠實這個德性的人 就好像說並不是說 你常常抽菸 就表示你是有抽菸習慣的人 一樣 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看來講 一個美德 一個人具有美格的時候 這個美格會影響到這個人一切的生活 他的生活的一切都會受到這個美格的影響 我們這邊以誠實作為一個例子 一個誠實的人 他所做的選擇 他的情緒反應 他的態度 興趣 還有期望 以及對相關因素的敏感度 觀察事物的焦點 也都會有確定的模式 我們等一下會再講一下 美格並不是說像彈鋼琴 那樣子的習慣或記憶 一個彈鋼琴的人 如果他是很好的鋼琴家 他故意彈錯 大家不會認為他沒有彈鋼琴的能力 OK 但是一個誠實的人 他如果故意做一個不誠實的事情 那他就不是真的是有誠實這個美格 OK 然後接下來 這個正是一個區分 習慣或是技術 跟這個美格的一個區別 你有一個技術 你可以故意做錯 你還是有那個技術 可是你有那個美格 如果你做一個違反這個美格的事 的行為 那你可能根本就是沒有這個德性 然後接下來 一個誠實的人 並非將誠實做為達成其他目標的工具 而是全心全意的接受 與誠實相關的各項理由 是考慮是否從事某個行為的重要因素 例如說如果有一個人 他之所以說實話 是因為他認為說實話對我最有好處的 那嚴格來講他不算一個誠實的人 你們同意嗎 你們對一個誠實的人 要怎麼樣才能算誠實的人 你們的判斷是什麼 如果有一個人他告訴你說 我之所以每次都說實話 是因為 如果就是說我評估了之後 說實話貴我的利益最大 所以我才說實話 那你會認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嗎 例如說有一個人他是一個非常熱心 喜歡幫助他人的人 然後你問他你為什麼要幫助別人 他說因為幫助別人 我以後被幫助的可能性會更大 我的朋友很多 我都有幫助過他們 那有一天我需要幫助的時候 他們也會幫助我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人是真的有愛心的人嗎 有這個喜歡幫助別人 慈愛或是仁愛 這樣子的德性嗎 你可能會打一個問號 有沒有直覺的反應 所以一個有美格的人 他應該是說他就接受這個美格 為他做相關的行動的基礎 那樣才算是他有這個美格 所以我們來看 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他會選擇跟誠實的人的共識 結交誠實的朋友 以誠實的人來教養小孩 對於那些因為不誠實而成功獲利 還以自以為聰明的人 會表達出不苟同鄙視或憐憫的態度 而且他會對親近的人 做出不誠實的事 感到震驚與沮喪 OK 然後對那些因為誠實而獲得成功的人 或作為不會感到驚訝 而是感到很高興 所以一個有誠實 這個美格的人 不只是他做誠實的事 而是還有這些相關的情緒反應 所以你看到一個人 說誠實的話 當你確認開始說實話的時候 你會高興 可是看到有人說謊話 你會很反感 OK 像這樣 情緒反應都算 都是你有沒有這個得性的一個表達 所以這邊 你就可以隔到這樣的結論 如果你不知道某個人行為的理由 你不能夠 你沒有辦法因為他的幾件行為 你就判斷說他具有誠實這樣的美格 所以接下來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描述 就是很難完美的擁有一項美格 不盡完美的方式 可以有很多種 OK 這讓我想到一句 你們知道那個托爾斯卡爾寫 安娜卡列尼納那本小說的時候 那本小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嗎 有沒有印象 你們有沒有聽過 他是說美滿的婚姻呢 就只有一種方式 可是不美滿的婚姻 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就跟這邊一樣 你擁有一個美格 要擁有一個美格 只有一個方式 可是你不擁有這個美格 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所以美格的擁有 總是一個程度上多寡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這樣一種人 就是自我克制能力很強的人 這種人是什麼樣的 就是說這樣的人到底有沒有德性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們來看 一個有很強的自我克制能力的人 當他在做一個 假設他在做一個誠實的事情的時候 他認為這樣做是對的 對不對 他要說做誠實的事 可是他內心呢 有非常強烈的慾望 就是說在那個影響他 不讓他去做誠實的事 可是每一次他都有辦法 成功的把這個情緒壓抑下來 然後做出了誠實的事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他的行動 他從來沒有說謊 但是如果你能夠觀察他的內心 你會發現他每一次做誠實的事的時候 心中總是被很多的 有很多的阻礙 他內心有非常多的情緒 情感在阻礙他 但是這樣的人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這樣的描述 他其實不算真正誠實 因為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他在做誠實的事的時候 他應該心中是感到高興的 而不是覺得很厭惡可是勉為勤安 心中的那個不好的情緒被理性壓抑過去 然後他才做出誠實的事 所以真正誠實的人 心裡面不會有這種理性跟情緒之間的衝突 理性不會去衝撞去那個理性 情緒是會服從於理性 這樣才算是有德性的人 這個是很特殊的一種說法 所以當一個有德性的人 他應該是心情會是很好很愉悅的 很快樂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你剛剛可以看有三類人 簡單的說 有每個人他做對的事 然後心情也很愉快 很喜悅 然後中間有一類人是他都做對的事 可是心情都很不好 都是擺臭臉之類的 還有最後一類人是他心裡面很愉悅 可是總是做錯的事情 做不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你要從一個沒有格性的人 要轉變成一個有格性的人 那你可能就是也要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要先去做對的事 雖然心裡面充滿了各種不好的情緒 可是你還是給這樣做 然後慢慢的你再去馴服你的情緒 然後可以從做對的事情上面獲得樂趣 然後你就慢慢把情緒轉過來 然後變成一個 有每個人 感覺上好像要有這樣子的 所以如果你說小孩子的教育 就是說一個小孩子 你要叫他做對的事 他就是 非常的情緒很大對不對 然後很生氣 我就是不想要乖乖坐下來吃飯 我就是要跑來跑去 讓你追著我餵我吃飯 所以你要叫他做對的事 你要強壓著他做 他就會大哭大擾 他的情緒會很不好 可是慢慢的他可能就是 要把這個情緒慢慢的壓抑掉 或怎麼樣 然後轉換成好的情緒 他才會變成有美德的人 可是如果說一個小孩子 你在做這個道德教育的時候 你從來不去壓抑他的情緒 你放任他的情緒 那他永遠也沒有辦法 變成一個有美德的人 因為你總是要先做理性 你的理性總是要先做對的事 然後情緒才跟在後面 所以呢 情緒像是脫漿的野馬 然後理性就是那個漿繩 你總是要去拉 控制這個情緒 努力去控制他 你才有辦法有一天 變成有格性的人 OK 有沒有什麼看法 在這邊 像情緒這樣的東西 在一個 在每個討論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在效益主義 在義務論裡面幾乎看不到 甚至康德他有一些書 有一些想法 他說 一個有德性的人 他有這樣的描述 就是說一個人呢 他心裡面有很強的慾望 不去做義務該做的事 可是後來他的理性能夠 壓抑掉這個情緒 然後做有理性的 做服從義務 那這個人 康德的判斷是 他是一個道德高超的人 可是這樣的判斷 跟格性倫理學的判斷就不一樣 對不對 格性倫理學是認為說 你這樣的人就是沒有德性 你情緒都在反對你的理性 雖然你理性勉強可以壓過情緒 所以這個是沒有每格的人 可是康德似乎有一個想法是說 你的心中 就是說那個情緒那麼樣的大 可是你的理性的力量這麼大 可以把它壓下去 然後做出理性上對的事 遵守義務 那這個人很厲害 對不對 這個人的理性能力增強 所以應該指個讚美 甚至他會有這樣子的判斷 所以這個是很不一樣的 那我不曉得你們的直覺是什麼 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作業的第一題好了 看大家有什麼看法 這個題目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如果你們要寫這個題目 我會多跟你們加分 OK 我們有一種直覺 我們有一種直覺覺得說 自制力強的人呢 指個讚美 因為他可以克制自己的情緒跟欲望 說價格上對的事 例如說康德也許就會有這個判斷 但是我們似乎又有相反的直覺 內心的欲望跟情緒的力量太大 但勉強被理性所控制住的人呢 他不是有每格的人 那我們是不是有這兩個直覺 那到底好像兩個都對 那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舉兩個例子 嘗試來看 我們有沒有辦法來區分開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假設我們現在有兩個人 有A這個人呢 他看到路人掉了一個錢包 然後他很窮 他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 然後所以他看到那個錢包 他有很強的欲望 要把他錢包一個錢拿出來 然後去買東西給自己還有家人吃 最後他克制住了自己這個欲望 就是肚子餓啊等等的 需要滿足那個食慾 這樣子的欲望 他就把錢包還給那個人 這是A OK 接下來有另外一個人 有一個生活富足的人 他是B 他看到路人也是一樣 他看到路人掉了一個錢包 他趕快去撿起來 然後他想要把錢 錢包占為己有 他雖然已經很有錢了 可是他想要帶有更多 更有錢 所以他用那種貪然的欲望 可是他最終他克制住了這個貪然的欲望 然後把錢包還給那個主人 好 這兩個人的判斷是什麼 他們兩個人都是克制住了自己很強的欲望 然後做一個義務上該做的事 但是你會怎麼樣 你會對誰的評價比較高 我們來統計一下 你對A一個評價比較高的請你舉手 好 謝謝 你對B一個評價比較高的請舉手 OK 好 為什麼你們對A一個評價比較高 有沒有同學要說一下 他們兩個人都是壓抑住的情緒 可是你們卻認為A一個做法 你們給他比較高的評價 到底差別在哪裡 A跟B的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看法 A 他不只壓抑了想要佔有錢包的原因 還壓抑了就是幫助自己跟自己家人的欲望 就是他同時壓抑了這兩個欲望來順從那個每個 對 欲物 一直壓抑了一個佔有錢包的欲望 OK 所以你的看法是說 A比較厲害 因為他可以壓抑住比較高的情緒跟欲望 所以他值個讚美 OK 那有沒有同學有不同的看法 好 你看一下 很壓抑的欲望 OK 壓抑的欲望不太一樣 就是A感覺是 就是怎麼講 A 從我們服務上來講 他好像比較需要裡面的錢 因為他 基本上他 他是沒有東西吃的吧 就很濃 我覺得他錢包的 他很餓 然後他相對B來講 他可能比較需要錢包裡面的錢 但是他為了 為了做誠實的想法 他是把他想要的是 基本上生你的這個欲望的壓抑 那B 它可能是 他壓抑的欲望不太一樣 他壓抑的欲望不太一樣 就是貪心 就是一種貪念的欲望 所以可能會到人 就這樣來講 A感覺比較 會到人 OK 好 那 你有同樣的看法 對 OK 還有沒有同學有不同的看法 好 好吧 那這一題我就不講了 就這樣 你們回去寫 OK 然後我們再回到課程裡面 所以最後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我再稍微說一下 簡單一句話 所以一個有每個人 他不能夠只是依據理性來行動 他還要感受到恰當的情緒才對 才行 OK 所以你從情緒的表達 你可以看出這個有沒有美格 這很重要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 亞歷蘇格的核心概念 就是實踐智慧 有實踐智慧的人 他會知道而且理解 在課程的場合裡面 要做什麼樣的事才是對的 他知道要做決定的時候 需要考慮到哪些因素 那一般來講這種實踐智慧 往往是來自於生活經驗的累積 或是有人的教導 或是你要能夠 就是說你身邊有有美格的人 你跟著他學習 所以有實踐智慧 並不是很容易 因為你要有很強的觀察力 還有道德的敏感度 你知道說你在一個特定的場合裡面 你要注意到哪些因素 哪些因素是你應該考慮的 哪些因素不需要考慮 而且你可以很快的判斷 下一個好的決定 所以這樣的智慧 並不是完全只是遵守一些特定的規則而已 某個意義上沒有規則可循 而是他有那種敏感度 然後他知道說在特定的場合下 你應該注意哪些 哪些因素比較重要 哪些因素比較不重要 然後綜合考慮之後 很快的下一個判斷 所以某個意義上這種知識 這種能力 沒有辦法寫成一本手冊 然後每個人隨身蓋著手冊 他就是一個有美格的人 沒有辦法這樣 譬如說碰到一個問題 就拿手冊來翻一翻 這應該遵循第幾條規則 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這個實踐智慧是很難的 所以很多人在討論 像很多哲學家在討論 真的有這種實踐智慧嗎 還是它只是一個虛構的東西 那如果有的話 你要怎麼培養 它是怎麼樣能夠被培養出來 那什麼樣的人叫做有實踐智慧 就舉例子 要滿足什麼樣卡住的人 才是有實踐智慧 耿耿 就是要去瞭解實踐智慧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接下來 他說有實踐智慧的人 不是說不會做錯 他也是會做錯 但是他不是因為一種 因受責備的無知所造成的 這個可能不是特別的 重要 這個我們跳過去好了 然後接下來看 你會看那小孩跟青少年有沒有美格 那亞里蘇格似乎是認為 小孩跟青少年 他們也許有一些自然的美格 比如說天性的那種美格 但是這根你是根據實踐智慧 再來做一個有格性的事情 這是兩碼之事 OK 實踐智慧 就小孩子一般是沒有實踐智慧的 雖然他可能有一種好的天性 想要做對的事情 所以你會問 那到底成年人跟小孩差別在哪裡 這很困難 我覺得或許差別是在於 你成人擁有比較多的知識 對世界跟人的了解比較多 不過這個是很簡單的說 我也不打算仔細講 最後我們來討論那個 Yudaimonia 幸福 這個是亞里蘇格似乎的 理論的第三個核心概念 那有實踐智慧的人 他會資料跟了解 什麼是專屬於人的幸福生活 那根據亞里蘇格似乎的定義 Yudaimonia這種幸福的生活 是人才有的 因為人有理性 那只有人才有能力過這種幸福的生活 OK 然後這種幸福生活呢 是一種活動 就是說一個人不會整天在睡覺 他就是幸福的人 不是這樣 有一個幸福的人 應該是他時時刻刻 他常常都在做相關的活動 OK 這個 現在這樣抽象的講 不是很好講 我看 我看我們直接跳到這個亞里蘇格似乎的歌 你剛把這個文理學摘入好了 我們很少讀哲學家的原點 那讀原點雖然說比較枯燥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OK 我們今天就是來嘗試來讀一下原點 所以亞里蘇格似乎的 所以亞里蘇格似乎的 《尼剛馬各文理學摘入》第一卷第一章 一開始我們先來討論這個幸福 還要得出幸福是一個目標 最高的目標 追求的目標這一點 所以我們繼續 我們開始來念 就是每一門記憶 以及每一門知識的探究 每個行動跟每個目的都一樣 都是以某種善為目標 要追求某一種的善 所以善可以被恰幹的定義為 是一切事物的目標 你做一切的是行為 你的目標都是要追求善 但是問題是說 每一個活動 每一個行動的目標可能不一樣 所以目標可以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你的目標是要進行某種的活動 有時候目標是除了活動以外 你還要得出一些成果跟產物 有沒有例子 OK 例如說你去運動 你在那邊跑步 你的目標是要讓身體健康 所以身體健康就是你要的成果 你之所以去跑步 你要追求的是這個成果 可是有一些行動的目標 就是要做這個行動而已 而不是有什麼成果 有沒有這樣子的行動 你做那個行動的目的 只是為了那個過程 那個活動 而不是要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很抽象的這樣想 有沒有這樣子的例子 例如說小孩子好了 小孩子他在玩的時候 他就是在享受那個過程 他就不斷的活動 他在玩積木或什麼 他在從事那個活動 他不是為了說要把積木 堆出一個什麼樣的形狀 一個城堡還是怎麼樣 他不是為了那個成果 而是他就是要享受那個活動的每一個時刻 他在用他的手 然後去抓東西 然後把它擺在一起 像這一種 他的目標 他做這個行動的目標 只是要進行這個活動 他沒有說要透過這個活動 還要得到什麼目標 成果 接下來 如果說在行動的領域裡面 有某一種目標呢 是我們為其本身而追求 OK 然後我們追求其他的事物 是為了這個目標 而且如果說 我們欲求任一個事物 只為了其他某個事物 這句話是錯了的話 OK 那麼很清楚這個目標 將是善的 而且是最高善 這邊有一個推論在這邊 他括號裡他是說 因為如果如此 這個過程將會無止盡的進行 而使得我們的欲求 變得空轉於圖牢無功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之前有區分過 有兩種的利益或善 有一種善是作為工具的善 你要追求這個東西 只是為了要把它當作工具 追求其他東西 可是我們會說 有另外一類的善 叫做本質善 你追求那個東西 一個目標 只是為了那個東西本身 而不是要把它當成工具 再去追求別的善 那現在問題就是 這邊有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可能完全沒有本質善 只有工具善 如果說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所追求的一切善 都是工具善 而不是本質 而沒有本質善 會怎麼樣 就是這樣 你追求A A是作為一個工具 讓你追求B 可是你追求B 不是為了B本身 而是還要再繼續追求C 所以C也是變成工具 你要去追求B 而且永遠沒有一個工具 是為了其本身而被追求 就是沒有本質善 這樣的人生會是什麼樣的人生 根據這個亞里斯多德的看法 就是這個過程就會無止境地進行 你一直不斷地 把其他東西當成工具 去追求其他東西 那這會使得我們的欲求 變成空轉跟土勞無功 你們同意嗎 這是一個很抽象的推論 但是他要從這個推論裡面推出說 因為這樣子的一種生活 基本上是一種不好的 他跟我這樣是不對的 或是說應該荒謬還是之類的 因此你必須要設定 有一些本質善 是你為其本身而追求的 所以他就從這邊推出來 那一個最 就是你可能有非常多的本質善 是你為了其本身而追求 然後這些本質善裡面最高的那一個 本質善就把它叫做最高善 The Supreme Good 但是這個推論是合理的嗎 如果你的生活裡面 你追求一切的事物 只是為了追求別的事物 這樣的生命是什麼樣的生命 這樣的生活是什麼樣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難道是不值得追求的嗎 不是這樣的生活有矛盾嗎 因為這個推論很重要 因為就是這樣的生活有問題 所以他必須要推出說 你一定要有本質善 然後本質善總是會有最高的那一個 所以最高的那一個就是 我們要追求的目標 就是最高善 最後他就會說這個最高善就是幸福 可是為什麼呢 這個推論有什麼必然性 我們有時候常常會 常常會 批評這樣的人的人生 就這個人呢 他之所以跟你比較要好 高中的時候跟你比較要好 是因為 他想要考上好個大學 然後你很厲害 所以他跟你剛朋友 有問題就問你 OK 所以他就考上了很好的大學 他考上了很好的大學呢 他的目的只是說 我有這張好個文憑 我就可以進去好個工作環境 所以對他來講 什麼東西都是工具 好 然後這個人他找到好的工作 他要交女朋友 對不對 他要找的是什麼樣的女朋友 跟他結婚之後 可以幫助他在事業上 更上一層樓的 OK 所以這樣一個人 他在面對愛情的時候 對他的太太或是他的情人的時候 他不是為了愛這個女生或是愛這個人 或是一樣女生愛這個男生一樣 OK 不是為他本身的愛他 而是把他鋼成工具 如果有一個人的人生他是這樣子的 他追求一切的東西的目的 是為了把他當作跳板 再去追求別的東西 這樣一個人生是值得追求的嗎 這樣的人生是不是有點什麼怪怪的 然後你可能會說這樣一個人 不可能有這樣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這樣一個人他其實在追求是成功 他追求事業的成功 所以事業的成功其實是他的最終目標 所以他把一切剛成他的工具 他要往這個方向邁進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他是有一個最終的 本質的目標就是要成功嗎 那你有辦法想像 如果這個人沒有這個最終的目標嗎 一切都是工具 好像怪怪的 OK 好像不容易理解這樣的人生 所以某個意義上 或許可以這樣說 這種人生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應該很好 對不對 這種人生你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也沒辦法理解 因此 其實事實上 所有的人生 當他在追求善的時候 一定都是有預設有本質善 是他要追求的目標 那個後面同學是要討論什麼事情嗎 要不要分享給我們知道一下 所以呢 從這邊 如果說所有的人生 你去反省之後發現 他其實是一定是在追求某一種 本質的善 作為他的目標 那當然我們就有需要去了解 這個最高善到底是什麼樣的特質 OK 因為這對我們人生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想要在我們人生中追求幸福 追求最高善 OK 所以呢 我們對於最高善的這個目標的知識 是對於生活的經營來說最重要的 非常重要 OK 所以我們需要來討論一下 到底這個最高善是什麼樣的一種 形態 有什麼性質 接下來他要談 最重要的一門知識 他認為是政治學 這是很奇怪的 OK 為什麼呢 因為政治學決定在城邦裡面 什麼種類的知識是需要的 什麼種類的知識必須被研讀 還有 每個階級的人必須要研讀什麼樣的知識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即使是最受尊重的學問 像策略學 經濟學 還有修辭學 也都是隸屬於政治學 那既然政治學應用了其他的學問 而且規範了人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所以你可以推問出 政治學所追求的目標 將是包含所有其他學問的目標 而且因此將是人類所要追求的善 也就是說政治學所要追求的那個目標 是所有人類都要追求的 也是所有人類要追求的目標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即使個人所追求的善 等同於城邦所追求的善 城邦所要追求跟保全的善 顯然會是更大更完美的 因為呢 雖然個人的善是值得個人去追求的 確保民族或城邦的善 是更崇高而神聖的 所以他一下子把這個問題引到整個社群 或整個城邦 因為古希臘是城邦或整個國家 甚至你可以說整個全世界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認為說個人呢 我們會不會看到個人是社會性的生物 的動物 所以人應該要行社會生活 所以如果一個社會 一個國家 你所生存的社會跟國家 是一個處在不理想 或是很糟的狀況的話 你個人的生活也不可能幸福到哪裡去 所以如果你要就學問的觀點來談 你不能說只是談個人的倫理學 你要談的是要談整個國家的政治學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看到一開始 倫理學這樣一門學問 就是被牽在政治學裡面的一環 所以你必須要整個大架構是政治學 然後在裡面討論小的倫理學 所以就是說這個研究其實某個意義來說 是一個政治學的研究 就是說倫理學裡面 他現在要討論什麼是最高善 討論到一個程度 他就會進入政治學的討論 所以他也有 那一說可能也有政治學的書 但是剛剛那一段重點就在於 你可以看到他是把倫理學跟政治學 倫理學放在政治學裡面來談的 接下來我們進入他的第二章 關於最高的實踐善 他的名字呢 大家是有普遍共識的 普羅大眾跟文化階層的人都同意稱之為幸福 而且呢 幸福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to live well 就是活個好 to do well to do well 不知道怎麼翻譯 就好像運作得很好 運作得很順利 所以基本上他似乎是一種活動 你live do 你做這些活動呢 是很順利的 而且很好的很優秀 就是做得很好 那你就是幸福的 所以一個一整天睡覺的人 他不會是幸福的 因為他從來沒有去活 然後去做事情 例如說以前有一個故事 不是說故事 真實發生的事情 稍微說一下 有一個小孩子 小學生 他回去問他爸爸 什麼叫幸福 他爸爸跟他講說 就是吃飯吃個下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說 睡覺睡個著 對不對 其實某個意義上就是這樣 就幸福是什麼 幸福不是說得到什麼名聲 或得到什麼財富等等 而是你的身體的運作 各方面的活動運作很順暢 進行得非常的好 那就是幸福 所以亞里斯多個比較 是往這個方向 幸福是一種活動 運作順暢的活動 這樣的角度來談 所以一個生物體或是一個人 當他的情況運行良好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有德性的人 德性是什麼 德性也是某一種優良的活動 OK 他是從這個角度下去看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章這邊 人們對於善或幸福的觀念 可以從他們所過的生活中解讀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有三種明顯可見的生活型態 一種是肉體感官的一種政治的 以及一種進行思辨的生活 所以像肉體感官的生活 他認為說那是像禽獸所過的生活一樣 那人的比較高梗的能力 其實是政治的跟思辨的能力 政治的就是在社群裡 然後治理國家或是參與公共事務 那種生活 如果你運作得好 那種生活是值得追求的 另外有一種生活的型態就是 思辨的那種生活 就有點像哲學家的思考這樣的生活 那也是他值得追求的 所以有人在爭論說 亞里斯福哥的著作裡面 似乎有兩個最高山 一個就是政治的生活的最高山 一個是思辨的生活的最高山 這兩個最高山似乎沒有辦法合而為一 那有人在做這個批評 因為如果是進行思辨的生活的話 那生活是非常單純的 你就整個人在那邊想問題就好了 可是政治的生活不一樣 這次生活要跟人家打交道 要跟人家辯論 然後要領導完成一些事情 所以這兩種生活理想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他會認為那個是很好的理想 所以到底他認為哪一個比較高 這是有爭論 但是一般大家應該會同意 他是認為政治的生活是比較好的生活 如果可以過這種生活的話 政治的生活是最好的 很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今天台灣的人 大家覺得政治可以不碰就不要碰 不太一樣的想法 我們把這一段說一下就下課休息一下 所以人們有時候看起來是在追求榮耀 但是亞里斯多德他會認為說 人追求榮耀的目的 所以是要確認自己是一個好的人 這個是很奇怪的一種推論 人追求榮耀真的只是為了確認自己是善的嗎 因為人在追求榮耀的時候 是追求從有德性的人 或是很清楚他們為人的人 你手裡面取個榮耀的 因為那樣才是真正的榮耀 所以他們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是在德性的基礎上追求榮耀 只有基於德性的榮耀才值得追求 而不是一切的榮耀都值得追求 這是亞里斯多德的看法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人追求榮耀其實背後的預設是這樣的話 那表示大家是認為說德性是比榮耀更好的 如果你的榮耀是建立在惡上面 那種榮耀是不值得追求 或是甚至不配成為榮耀 然後這邊簡單再說一下 所以人可以擁有德性 但是在生活裡面一直在睡覺 或是不做行動 而且不僅如此他還可能遭受到大災難或是不幸 但是沒有人會把這樣的生活 稱為幸福的生活 所以一個幸福的生活你要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你不光在行使德性的活動的生活 另外一個就是你不可以遇到大災難 遇到大災難 那個人就不叫做幸福了 我們人家會看到 這是很奇怪的 也許也沒有那麼奇怪 很值得討論的想法 好吧 那就下個休息一下 好吧 那就下個休息一下 我出去和你不知當好 我就當作詞 那一位是個家個人平田 有個人美的工作 ?